安住不动的禅修可能是一般人对佛教修持的一个普遍印象 但是如何在动作中培养觉性同样非常重要 传统的西藏瑜伽运动修持中 以智慧身的瑜伽运动最著名 智慧身的瑜伽运动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其中包含身心与维系身 从外在粗糙的物质层面到内在的维系层面 以及更深奥的境界 本书作者以三十年的禅修经验 以及在藏传佛教大师刊部竹青加措仁波切的指导下 将过去所学的包括印度、中国与日本的瑜伽 以及武术结合自新本性的甚深见地 由内而外深入这个瑜伽运动 本书不仅提供初学者一个完整的学习基础 对于已经从事任何形式的瑜伽修学者 可以让禅修与身体动作更深入更紧密的结合 内容包含佛教瑜伽修持独特的见地 以及坐上修时如何运用身与心方面的指引 接着更进一步以生活中的种种逆缘 如病痛、恐惧、焦虑、拖拖拉拉等作为进阶的修持法 佛教的瑜伽 佛教的瑜伽传统是无比宽广且美好的 它深奥的见解足以成就自己与他人的利益 它丰富多样的善巧法门足够让我们好好去善加练习 这张要介绍的传统要点 不论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 对于于且修持与禅修两者皆适用 且有所帮助 这些要点不限于书中所介绍的动作 它可以运用在各种不同的活动 并以此方式让我们觉知到生活中 每一刻多彩丰富的当下 什么让佛教的瑜伽修持如此深奥且具有转化的力量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 先让我们了解佛教的瑜伽这个词汇之后 对于本书再陈述些什么才能有更清楚的轮廓 何谓佛教的瑜伽 佛教和瑜伽这两个词汇 可能会产生极广泛的含义和概念 甚至还延伸到男性的瑜伽追随者 被称为瑜伽士 女性则被称为瑜伽女 因此一开始先来精确地看看他们的定义 会很有帮助 在西藏佛教称为 瓦巴桑结巴 瓦巴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追求内在的人 此处并非指某些远离外在世界的特定族群或者团体 而是指那些往内关照自我的人 他们因为对世俗生活的肤浅感到不满足 想要深入发掘其本质 也就是想要深入发掘自我 进而能够对自我全然了解的人 大多数的人穷其一生在世俗中积极盈盈 在物质的需求 家庭工作 社交地位与人际关系上 不断努力追求满足与快乐 不过我们会发现 以上这些其实无法让我们的欲望获得满足 虽然有时会发现 的确有些快乐在其中 不过那些快乐真的是稍纵即逝 所以我们认为一定有可以与体悟更加契合 能够了解更深层的满足感 以及对这个奇妙美好的世界 开展高度兴趣与好奇的可能性 因此开启了探索显像与心内在本质的佛法旅程 让这个字也意味着家的意思 我们不满足只是抱持着纯学术理论的哲学见解 希望能够把它带回家 让我们的生活有所转变 甚至也能转变我们自己 第二个字是桑结 藏文的意思就是佛 这个字有两个音结 都有各自的意义 首先桑的意思是觉醒 或者指从无明中清醒过来 这无明让我们承受着种种痛苦 因为我们对实相的不了解 因为我们的错误认知 与事物的真实状态不相符 所以在两者间出现矛盾 于是我们经历一切痛苦焦虑压力不安失落 一旦我们从无明的沉睡中清醒 再度与全然了知实相的智慧相结合的时候 人生的旅程必然会因此更加平顺 实相指的是我们的心与所感知的一切万物 也就是觉醒 觉醒超越了概念的标签及任何形容 它甚至超越二元 外在所感知的对境 所者 及内在能感知的心 能者 它具开放 宽广且放松的特质 就算是我们那些非常糟糕的企业 也具备这样的特性 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让我们感到真正的平静与和谐 桑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进化 我们需要进化或断除我们的惯常 必然的思考模式与行为 它关闭了体验当下生动的实相 我们要断除它 因为这不仅让我们产生痛苦烦恼 也让我们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烦恼 当我们身陷在痛苦之中 就很难去善待他人 对别人不失或体贴他人 在整个佛法的修行道上 就是必须放弃那些不能自立与利他的行为 以及采取那些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所有真正快乐的行为 另一个因节是关于增长的功德特质 节的意思是扩展 这隐含了了物的功德特质 如明光、寂静、爱、慈悲与快乐 他们皆自觉醒的智慧中增长 事实上这些功德特质是自信本质所具有的 然后透过佛教余切的修持 能够让这些功德持续不断增长 因此不论我们信奉哪一个宗教 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或是追随其他心灵或哲学传统 一旦我们看清了一切显像、念头、情感等等的表象 进而了解其本质时 我们的行仪如法 当我们训练自己从无名中觉醒 获得了知真实本质的智慧 我们必然行仪如法 当我们培养悲心及其他政务功德特质时 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能够如法 余切的藏文是纳九 意思是与本性合一 也就是与实相的真实本性合一 因此于且指的是即是与本性合一 以达到卑至双运的一切修持 于且是与于且女 不是因为穿着特别的衣服 吃某种食物或有独特的坐姿 而看起来与众不同 任何人只要致力于与本性合一的修道 就称为于且士与于且女 西藏伟大的于且士 宁乐日巴曾说 在我的传承里 只要知诚地修持佛法 你不必更改名字 可以留着头发而正得佛果 无需剃度也无需更改名字 转变不仅止于表面 它是来自于我们体验的心 这样的转变无法呈现在粗糙的外向 像是外在、发型或穿着打扮 唯有我们的心可以了知 它也被称为自觉 我们各自有其真切的体验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真正知道我们的体验 因为那是一种无法言喻 超越一切概念造作的体悟经验 如何与本性合一 与外在物质的本性合一 只需要确认事物的真实本性 并且安住于其中 与新的本性合一 只需要确认新的真实本性 并且安住于其中 身体是从事这两种 与且修持最佳的工具 如同秘热日巴的教导 身体即是心与物质相遇的所在 身体是由物质所构成 但这物质当中 片满了内心的情感与感受 换言之就是心 身与心是相互依赖的 身体上的变化会影响心 心的感知与感受 也会带来身体的改变 透过动见身体的真实本性 我们会发现心的本质 确认心的本质 我们会发现身体的真实本性 究竟来说 佛法的余谐修持 让我们了解身与心的不同 其实仅只是概念造作 在十项无二元 不可言喻的觉性中 身与心两者是无二无别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证悟的道上 需要善巧运用身与心 如果我们太过偏重其中一个 而忽略另一个 就会产生不平衡 因此重点是适当关注这两者 要恰到好处 不要有所偏颇 那么我们的修持就能平衡且完整 进而在我们的旅程中 才能善用一切可用的资源 下面的章节 我们将会了解到 佛教的余谐修持 是如何在新的三个功德特质上进行 这是余谐修持 坚如磐石的基础 运动的要点 当我们进行余谐运动时 千万要牢记 一切佛法修持 都是为了增益 我们的智慧与慈悲 当我们的身体 开始任何全新的肢体锻炼时 如果没有固定运动的人 要特别留意节奏 应缓慢渐进 本书所给予的教导 是属于一个普遍性的身体余谐 所以最重要的是 结合书上所学的内容 自己的知识 及个人的身体条件三者 这显然需要一再一再地检验 因为身体的状况 会不断地改变 所以特别留意身体是否受伤 生病或体力不支 这些都要列入考虑 在整个修作中 无论当下你认为这个练习感觉 对不对 都要对身体的知觉 即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请听自己的身体 不仅是禅修练习中的一部分 对慈悲与智慧的增长 也大有助益 接受来自身体的讯息 可以让智慧决性增长 经由修持上的调整 可以避免身体伤害 让悲心增长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够区别 以不健康的方式 强迫自己的身体 以及以正向的方式 致力于获得健康 这两者的不同 看部仁波切的指示是 要带着活力做这些练习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要自己衡量 在每一个动作中 对我们而言 健康的活力是什么意思 瑜伽运动强调 以全心接纳智慧与慈悲 来守护我们的身与心 要花上多少力气才算恰当 应以身心与情绪的最大利益 为优先考量 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身体 以及所谓物质的 即维系的身与心 有所敬重与了解 看部仁波切 给予瑜伽运动的教导时 每年只教授其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练习时 并不需要在同一时间内 一次全部完成 对于初学者来说 开始时要慢慢地进行 以短时间进行少部分的练习 直到对动作确实了解之后 再继续学习新的动作 真正的修持并不在于一个紧接着一个全部完成 重要的是专注于当下深刻且全然的体验 看部仁波切同样也强调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每个人的动作看起来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对每一个动作的基本了解 而非试着去控制身体 让自己的动作与他人一模一样 以上是今天众生文化好书 锻炼智慧身的内容摘要分享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